那么看到大家呢很开心 今天呢开始的时候来的时候呢就见了几个人 几个人跟台长说台长比那个网上那个照片呢老了很多 他们也很舍不得台长说最近很累 实际上呢告诉大家呢像这种有功能的人呢 他呢气场啊好像椅子太低了一点 台长喜欢跟大家有个接触就是你们可以感受到台长的气场 所以我想坐高一点有没有那个垫子可以垫高一点 这个椅子太低了大家看不到台长的脸 那个好没关系我先站起来跟大家讲 一般呢有这种功能的人呢他呢用气场呢是不容易用的 为什么你们知道 这位听说你坐下来后面的人看不见 那么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呢用打气的时候 你们可能从网上也看见比方说你们要问我的孩子最近能不能 考上大学我最近有没有灾难我最近的呃为什么单位里会被人这样呃 呃fire等等一系列问题我呢一般呢可以告诉你们呢就是看的时候呢是直接呢用气场打上去的 打上去的时候呢就说比较累累的就是看到你们的图腾 那么比方说你是属什么的你在天上就有什么样的图腾 这图腾的很好玩比方说你这个人呢是属猪的那么你那个最近的运程不大好 这个猪呢在有时候在天上那个图腾呢是肚子啊翻过来了四脚朝天的 就说这个猪啊很懒天天要睡觉不想好好工作 就我就跟你们先随便聊聊啊台长呢因为今天你们人少呢可以给你们多点机会让你们提一点问题 那不管呢待会抽到号的人呢都可以讲 就是可以提任何问题包括你们的生活啊命运啊前途啊 那么待会呢等台长先跟你们做一点点前面做一点开示 然后后面呢再跟你们讲实际上台长讲的那个佛法呢 很多呢很多人认为呢好像是哦这个台长讲的佛法我们很容易明白啊 实际上屠杀的佛法就是让人家明白的 如果你对一个佛法不明白你就跟着那就叫迷信 因为我奶奶讲的啊什么叫做头七二七三七一个人死掉之后 因为我外公讲的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这就叫迷信 因为你什么都不懂你就跟着他做你痴迷他就不行 实际上佛法也是叫正性就是说有自己的理念来相信他的 所以我呢不希望大家迷信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道理台长讲的那是白化佛法 什么叫白化呢就是让大家明白这些道理 所以你们待会不管问什么问题台长都可以回答 尤其告诉你们平时你们做的梦一定要当心 做的梦很准啊很多人以为做梦都是假的啊那是骗人的 而且很多人做梦说是反梦那也是不对的你们知道什么叫什么叫反梦吗 那是因为做到一个不好的梦之后告诉妈妈告诉爸爸告诉外婆 说我被人家下面人追赶他卡住我脖子我怕的不得了 妈妈说不要紧啊孩子没关系的这是反梦实际上不是反梦是真的梦 我告诉你们你们接触到的鬼实际上就是梦中没有头的看不见脸的黑色的或者白色的或者没有腿的人 台长呢开始跟你们一样也是从小呢信佛但是没有这个功能 我呢一直呢有时候也是似信非信的 到了等到你眼睛什么都看见了之后你不信也就得相信 实际上我们在美国什么科技都比较发达 美国的科学家早就说过在这个宇宙空间当中啊有80%是暗物质 你们知道什么叫暗物质吗 你们看见到人是明物质 衣服灯都是明的物质 暗物质是什么呢 就是空气细菌电波 你们看得见吗 这些都是那么再从灵界来讲呢那就是鬼 再讲下去是什么呢 那么就是天上的菩萨 台长看见天上的菩萨 漂亮的不得了 就像你们做一个好梦看见的菩萨一样 那么很多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还不知道有些人还不相信 那么台长今天呢跟你们交个朋友 我把你们都当好朋友 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把我看到东西告诉你们让你们相信相信 我仅此而已 如果你们相信的话 那么你们就说哦这个台长你们能做到梦 你们以后能够感受到 如果你们今天不相信的话也没关系 你们就听说哦 有这么个人 他能够看得到啊 一些暗物质 啊那这个人呢 我今天听他讲一讲 就像听故事一样 都没关系 但是一定要相信一个事实 就是人 被一个东西牵着走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很相信算命看相 你们知道 人摸骨都能摸出他的金粮 摸骨啊 还有的人呢 是算命 有的人看八字 有的人看手相 有的人看脸相 像这种图腾 你们是没有接触过的 图腾呢 一定要有天眼才能看 因为你没有天眼 你是看不到天上的东西 那么 什么时候你们能看见呢 我告诉你们很简单 就是在做梦的时候 如果你们做梦的时候 能够看见 比方说 看见 鬼 看不见脸的 或者看见自己过世的亡人了 我问你们 是不是鬼啊 人家说死掉的也不叫死鬼吗 对不对啊 自己的爸爸妈妈来看了 自己 有时候想爸爸想妈妈实在难受了 怎么办呢 他们就会做梦做到 实际上就是因为你的意念 造成了你的爸爸妈妈来看你 台长不在乎人多少 我在悉尼一开法会 上千个人 我在这里 人少 是多少 我救多少 我能说 我就跟你们说 实际上台长也是很辛苦 我就这两年老了很多 我过去呢 是搞广播的 我也不是 好像研究 好像 这好像是佛法方面的 所以呢 当台长能够 关心菩萨把很多事情都告诉我之后 能够给了我这么一个功能之后 就是让我来救人 我现在救人呢 我个原则 我对所有的法门 对所有的宗教 对所有的 各种各样的宗教法门 我都很尊敬他们 我只不过在 像医生一样 凡事法门都是来救人的 只不过台长这个医生呢 是 也是医生 你们如果能够 比方说 跟台长看病 说不定呢 就适合台长这个医生 所以呢 我对其他的医生 我都很尊敬 你们都不知道 台长在澳大利亚 路过教堂 我会 开车开过教堂 我会这样的 为什么 我是邓可疼于 也很尊敬他们 所以要记住 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要尊重人 今天你们来了 人这么多 我心里开心的不得了 因为你们一个人 如果相信了台长 你们出去可以讲 变成五六个人 你们出去是干什么 是救人 台长开始 现在跟你们谈 将近一点时间 但是后面很精彩 台长会让你们鼓掌的 为什么 抽到号的人 当场给你们说出 你的命啊 运啊 前途啊 孩子啊 什么都能讲出来 而且可以说出 你过世的亡人在那里 这就是台长 为什么短短的 一年多时间 在网上 博客 不是网站啊 博客已经有 八十多万人点击了 这就是因为 每一个人 从网上一看 他们就受益了 台长需要什么 什么都不需要 我需要的就是你们好 真的是这样 你看看台长坐飞机 十几个小时到这里来 实际上我也很累 但是我能看到你们 我就盼着这一天 跟你们见个面 所以今天来的人 都是台长的好朋友 至少跟台长有这个缘分 如果你们今天不来了 就没这个缘分 所以你们刚才也听了 一个人要懂得一点风水 要懂得一点命和运 你们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命运好不好 什么叫命 什么叫运啊 实际上命和运是分开讲的 命是什么 命是定下来的事 叫命 比方说生出来的 很多人一算命 就知道几岁怎么样 四十岁怎么样 五十岁怎么样 六十岁怎么样 这叫命 那么运是什么呢 运就是你能改变的这一部分 那么命和运的比例 在你一生当中占多少呢 命占百分之四十 运占百分之四十 那么剩下来 还有百分之二十是什么 风水 所以告诉你们 当一个人命不好的时候 那么他的运 比方说天天做好事啊 做善事啊 去给老人家喂饭啊 做功德呀 好了 他今年比方说命不好的 百分之四十不好了 那么他因为百分之四十的运 他做很多好事情了 那么两个加起来 等于ZERO了 对不对啊 抵消了 他今年的命呢 就是不好不坏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二十的风水就很重要了 如果他住的那个房子 是钉子路口 好了 全家犯冲杀 倒霉 生病 主人生病 开刀 工作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 百分之二十就很厉害了 如果你本来的命 很好 那么你呢 做坏事 做了很多坏事 今年 那么你也抵消了 那么风水 也能让你好 让你坏 那么这样的话呢 所以很多人就说 风水很重要 重要到什么程度啊 你们不懂 台长告诉你们 我在洛杉矶讲的 在中国大家知道 门口不是 门前不是有个踏垫吗 人家都不是喜欢放在外面吗 但是有的小气 怕对门啊 人家来踩踩 他就放往家里里面放 你们知道很倒霉的 不能往里面放 这些东西属于脏物 就是气场不好的东西 你想想看 你脚底踩下来的东西 你还往家里放 你不傻吗 就气场不好了 明白吗 还有 在海外 我们澳大利亚是 睡房里到处都是玻璃 我不知道你们 美国情况怎么样 房子 就说睡房里不是有大镜子吗 这种镜子是最不好的东西 镜子能把你的灵性造掉 所以有时候 当晚上爬起来 小便 回到睡房的时候 一朝镜子里一看 这是谁啊 这个时候 实际上你的灵魂 就等于分一半出去了 就像台长现在 到了晚上的时候 大家明白吗 到了晚上的时候 就比方说台长的分灵出去救人了 我就可以分身出去救人了 你们如果不相信台长的话 你们只要给台长念一遍 大悲咒到三遍 你看看你们能不能做梦做到我 就是这么了 所以我跟你们讲的都是真话 我没有必要 什么都不要 自己出钱 自己租厂子 跑到美国来 跟你们讲 瞎话 真的讲的是真话 就是要告诉你们 我看见 我看见的鬼 真的很吓人 你们看过 美国老太太 那些在养老院的吗 就不大好讲啊 有些话 我告诉你啊 所以很多中国人不是喜欢叫 外国人叫鬼老吗 鬼仔吗 鬼妹吗 你看看他到年纪大的时候 很怕人 很多我看见的就是这种脸 所以我叫女孩子尽量不要把头发皮 所以台长今天跟你们随便讲 因为人也不是太多 把你们当自己人一样 跟你们聊聊 一个人的头发太长 这个人没有运气 一个人的头发太短 这个人的运气也不好 头发一定要失踪 过去很多的人 你们看风水算命也知道 头发长的人运气不好 大家明白吗 头发长的人 人家说饶漏命啊 明白了吗 所以要记住 什么事情都要失踪 刚才跟你们讲到风水 镜子不好 汽车 我们在澳大利亚 那个RTA就是那个 就是管道路交通局的 他们的汽车 他们计算过 银色的汽车 在马路上开的闯货 叫这就是闯货率啊 就是Axialent是最厉害的 就是说闯货最多 为什么不要叫你们穿银色的鞋子 银色的东西 实际上就是地府的物 银色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们烧西博是什么颜色的 明白了吗 烧到下面去了 所以汽车 西博这种颜色 实际上跟地府最接近 你们大家一定要明白 台长跟你们讲的 我需要你们先做人 再修行 人成及佛成 太虚大师说的 如果你拼命地念经 到庙里拼命地去求 你们连最基本点都不知道 你们怎么求得好 我讲给你们听啊 很多人到庙里去 怎么求菩萨 你们知道吗 跑出去 哎呀菩萨 保佑我啊 保佑我平安 跑出去 你们知道求菩萨 一定要报名字的 你连名字都不报 你求菩萨 求什么用啊 再说 一定要讲 请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我某某某今天到 什么什么市 来给你们 给观世音菩萨请安 请你保佑我 什么什么 跟人讲话一样的 你们知道台长 用意念跟菩萨讲话 用意念跟鬼讲话 都是跟我现在 跟你们讲话一样 很尊敬他们的 我们心里有一个听众 不卖账 晚上鬼来了 他知道灯一亮一亮 他知道来了 一会儿这想一会儿那想 他不卖账 他就念大悲咒给他 台长教他 他跟他打架 接下来人家不得了了 鬼发脾气了 把电视机都给他关掉了 他吓了 把灯架给他弄掉 整个家里灯电都没有 他吓坏了 所以不要去跟鬼打架 不要跟鬼吵 那么跟灵性不要去接触呢 有几点 一个是做梦的时候啊 人家你们都知道讲话 如果这人讲梦话的时候 你们不是在边上 跟他讲话 他在讲梦话 你接他话 说不好吗 实际上就是跟他身上的 灵性在讲话 明白吗 所以千万要记住 这些都是生活的常识 所以学佛的人 先把这些基本的 一些风水啊 命力啊 这些东西都懂一点 然后呢 你再学 可能呢 你不会猛叉叉 很多人呢 跑到去听法会 听了半天 都不知道 大和尚在说什么 三规一 八正道 你听得懂吗 讲给你们听 学佛 就是要先从 这些生活的佛理学起 菩萨叫我们与人为善 叫我们多做好事 叫我们不要害人 但是现在有几个人不害人啊 有几个人为人与人为善 我告诉你们 现在的人的毛病 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 你出了一件车祸 你倒霉了 他心里开心啊 你有好事了 他心里难过 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听 这个人告诉他 哎 我告诉你啊 我儿子啊 考进大学了 什么什么名牌大学 这个对方啊 儿子没考上 听着他 是吗 恭喜你啊 那就这样了 对不对啊 你告诉他 哎呀 那个阿姨啊 我告诉你啊 我啊 昨天真倒霉啊 撞车了 又罚款了 是吧 什么就撞了 真的是这样 人的心态现在不好 你想想看 中国做过调查 最大的两个城市 北京上海 离婚率 一个是百分之五十一 一个百分之四十九 你想想看 两对夫妻 有一对离婚的 人家明镇局还说了一句话 还有一对是因为孩子 不敢离婚 你想想看 人跟人的心啊 你知道如果过去的时候 哪有法律啊 哪有 大家 大家说 一人祭出司马难追 我跟你讲好的话 我不否认的 你知道隐私法是怎么形成的 隐私法就是 人跟人的不信任 人跟人已经不讲真话了 就算我是跟你是夫妻 睡在床上 我都不跟你讲真话 那时候才出来隐私法了 你不要管我的隐私 我也不管你的隐私 所以现在人活在世界上 都是假对假 你说活着有什么意思啊 所以很多人 被人家骗的时候 我在悉尼 我接待 每天要接待八个到十个的 那个听众 他们很多女孩子来 就是因为男朋友把他甩了 接下来就跟台长说 我要自杀 那台长现在没办法了 他要自杀来找我了 我就劝他 想尽办法跟他讲啊 然后有时候 这些人还不听啊 那些女孩子 疯掉一样 在办公室 不行啊 我要死啊 没有他我就不行啊 那我没办法 还得把官司音部下请下来 官司音部下请下来之后呢 他一下子冷静下来 冷静下来 回去了 叫他怎么念经 怎么念经 一个星期来 你们看看他是怎么到我的办公室来了 路太太好 你好了 台长说 你不想自杀了 我为他死了 值得吗 一念自杀 一个人在社会上 就是一念自杀 可以造成这个人的死亡和活 因为为什么 因为台长不好意思 经常说这个名字叫鬼 我其实讲给你们听 我对鬼的尊称叫灵性 灵性上升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记住 这个人的脸会变 心情会变 我讲给你们听 那里可以坐 后面那里可以坐 那么 讲给大家听 那么 灵性是怎么上升的呢 什么样叫灵性呢 那么你们都没有 你们都不像台长一样 看得见 对不对呀 那台长告诉你们 那么什么样叫灵性呢 讲给你们听 三点 你们以后知道 什么自己身上有没有鬼了 第一点 本来是一个很正常的脸 对不对呀 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很凶恶的脸 夫妻吵架的时候 本来这个老公长得规规矩矩的 很好的 但是吵架的时候 你看看老婆一个女人 脸很规矩的 很好的 哎呀你好啊 可可唧唧的 吵架的时候 你看这个脸像不像她本人的脸 你们告诉我 那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吵起家来 你看见吗 鬼脸了 男人还不得了了 我告诉你 一讲 好拿起东西砸过去了 实际上不是她在砸 是她身上的鬼在帮她砸东西 夫妻吵架 肯定一个人身上有鬼 这是我告诉你们的 如果没有鬼的话 我跟你说 不可能的 你们一定要记住 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当一个人脸变的时候 已经不像她原来的人的时候 气场变了 很灰很暗 我们人世间讲的 这个人脑子坏掉了 这个人身上肯定有鬼 那么鬼是怎么来的呢 第一 前几天做梦 做到过世的亡人 对不对 那么在前几天 碰到一个 比方说这个人 家里刚刚死掉人 你陪着他一起去哭 这些东西都很容易把鬼引到身上来 所以这个人很倒霉的时候 最好你们不要去跟他交朋友 那台长是讲 教你们方法 不要太自私 他没有办法 为了你们好 因为一个年纪大的人 如果这个人开追导会 你一定要前去的话 你肯定会倒霉 我刚刚从纽约那的地方过来 不是有两个大坟场吧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我告诉你 如果开车路 经常开过坟场的人 你给我注意点 你们不要脑子乱想 不要发脾气 我说你鬼很多 台长过来的时候就看见 我告诉你怎么跳法的 你们想不想听啊 想啊 假一点点啊 就像看体育馆啊 体育馆的人头几几啊 一个上来一个下去 一个上来一个下去 都看不到脚的 还看到很多军人 明白了吗 所以你们看不见的东西 台长今天看见了 我告诉你们 你们有时候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造成的 你知道是什么造成的 是因为你们身上有东西才会吵架 本来夫妻好好的 怎么会吵架 为了一句话就会吵得天翻地覆 为了一句话会把东西砸过去 为了一句话 飘飘燃燃的脸弄得像 凶得不得了 像凶神恶杀一样 自己的孩子也会大上去 实际上就是因为你们身上 一个人当中有个灵性 所以这个事情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些道理 当你们明白这些道理之后 你们下次吵架的时候 念个解节奏就可以了 我们悉尼的听众厉害了 夫妻要吵架了 马上心中就念解节奏 念念念念念念 对方男的对着他 我跟你讲 下来了 最后呢 好像怎么会下来了 心里还气不过 还冲过前去 你说对吧 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悉尼的听众 有时候也处理的不是太好 你不能让他看见你嘴巴在动 如果他在骂你的时候 你冲着他 我告诉你 他说好啊 你诅咒我啊 东西涨过来 你不能让他知道 要心里念 解节奏 解节奏很灵的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试试看 台长跟你们开玩笑了 又不打碎 又不罚款 你们爱怎么念就怎么念 你好好念解节奏 你看看灵不灵 你试试看 台长就叫你们念 每个人家庭都会吵架 这是免不了的事情 但是一定要想到 我们怎么样把这些矛盾划掉 解除这些矛盾 很多人呢 学佛学得很深 自己呢 因为学了点佛了 他们觉得呢 白化佛法可能是低层词的人听的 你说你们这些人低层词吧 台长不认为 实际上每一个人 释迦牟尼佛讲过一句话 人人具有佛形 你们都是菩萨来的 你们都是好人来的 所以不要以为自己学了点东西了 哦白化的东西 我听不尽 千万要记住 什么样的东西 全要学 台长今天跟你们讲风水 实际上菩萨 那么庙里有些大和尚 不是跑出去 也跟人家讲风水吗 对不对啊 他好像也跟人家讲风水 实际上 你们去看看 哪一个庙风水不好啊 庙在哪里啊 靠山进水 对不对啊 庙都在山上 风水好不好 哎 很简单哦 那些小庙是没有办法 太小了 只能弄个house 里面做一个 但是没关系 有先则灵 今天台长跟你们接员 其实最精彩的就是下半场 当场给你们看 当场让你们明白 相信 你的家里的人到底在什么地方 你的命为什么不好 你的运为什么不好 我能把你改 我能让你好 因为我们悉尼的听众太信用了 他们各个家里都是很多跟你们一样都是很大的问题 有的是夫妻十几年了不理不才 有的离了婚了 我们有一个广东的女士最好玩 她离了婚了之后 她跑过来跟我说 陆台长 你能帮我把我老公念回来吗 我就叫她几种经 三个月不到 她老公跟那个女朋友闹翻了 卷着铺盖回来了 她开心得不得了 哎呀我念回来了 很开心啊 过三个月她老公又跑了 你知道为什么 她不改毛病啊 你把老公念回来之后 你自己也得改改毛病啊 她不改啊 她还是老样子对她老公 人家老公怎么会出去呢 如果老公跑出去 总归有她的道理的 因为你对她 至少对她也不是太好 还有一种原因呢 就是她命中有另外的饭桃花 你知道有些男人没有办法 她有女人来的时候 她是 我不是不说帮男人 男是说好话 女人也是同样的 因为命根当中 如果算出命来 有两个三个的话 是钱是这个人欠她的 欠了她之后呢 这个女人一定会找到她来还她 所以你们去看看 凡是这个男人 被另外一个女人缠住的时候 她的老婆说什么话 这个小妖精 对不对啊 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这个女的是欠这个男的 她就来还她 但是男的有一个很不好的毛病是什么 你来还我呢 来着不拒 你要是好好修心的话 你就把她拒掉 你就不要再去跟她好了 那你这段缘分呢 就不会再延续了 下辈子呢 她不欠你 你也不欠她了 那么男人呢 继续跟这个女的好 好下来之后呢 接下来毛病来了 因为你不知道分量 你不知道尺寸 你不知道这个延续多久 哦 她能够还我多久 好了 一直弄下去 弄到后来 你又反过来欠这个女的 现在想给你们听 你们实际上想一想 现在的女人各个厉害 为什么 女人很多都是前世男人变的 就转转世之后啊 因为前世的男人 你知道男人一般到人间都做坏事的呀 吃喝玩乐 对不对啊 好了 下一辈子也投 投个女人了 所以现在那些男人唱歌 像娘娘唱一样的 给你们唱首歌啊 像那个 春节晚会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呃 什么 我不讲了 什么沈阳什么的 对不对啊 你想想看 现在为什么流行这些东西啊 因为过去的女人 她做了很多好事 就像你们现在 女人吃苦多 到人间吃苦之后 她就心里很难过 我要修心啊 我吃这么多苦啊 就像你们现在呀 路台上 你舅舅 我一定修心 好了修了 一说修了 好了 下辈子变个男的了 所以现在 女 现在的 现在的男人都女性化 性格有点带过去 前世的烙印 现在的男人呢 都有点女性化 现在的女人呢 因为过去呢 很多都是男人做坏事 所以这辈子呢 投女人了 来受爆了 投女人的话呢 还带着过去男人那种样子 想说现在女人凶得不得了 我讲的都正话 因为台长看到了 现在的女人很凶啊 凶起来比男人还凶啊 尤其他们说 上海的女人特别凶 说男的看见他都怕了 其实这倒是说笑话 主要的来讲 就是男和女 女人如果投胎投女人 你就自己最好呢 要稍微认点命 因为你真的是来还债的 台长跟你们说真话 如果你是男人的话呢 你也不要过分潇洒 因为你太过头的话 你下辈子还得投女人 那么怎么样呢 能够把这辈子过好 台长跟你们讲佛法 是说人间佛法 先把人做好了 先把这辈子家庭好 工作好 学习好 你再好好地修成高层次 而现在很多人怎么修心呢 跑到庙里去 那么看见那些和尚 那些尼姑 哎呀很忠敬他们 他们好不好 真的好 他们好到什么程度啊 他们好的 头一剔 连家都不要 财产什么都不要了 他们好不好 好 你做得到吗 你做不到 你跟他们学 学到最后是什么样子 明白了吗 他们能够到地狱里去救鬼 你也跟他们一样念这种经 你也到地狱里去救鬼 你还没去救他们了 他们先把你抓下去了 明白了吗 台长讲的这个 就是先把人间修成菩萨 很多人啊 跑到庙里去 我说他们是假的 真的 只知道求 像真的一样 哎呀 哎呀 菩萨 要保佑啊 好了 过一会儿呢 跑到家里来了 就骂人了 那人要像人了 你跑到庙里像个菩萨 像个尼姑 像和尚一样救人 你在家里也要像菩萨 像人了 要严行一致的 所以佛法叫我们修行修心 叫我们要修行修心 我不是说不让你们到庙里去做和尚 你们可以去做 但是你们家庭甩得掉吗 你们都知道 很多有名的人 因为烦恼 因为钱没了 他心里很难过 他们怎么做了呢 他们接下来就直接出家当和尚 头一剔坐在那里的时候 念经 第一天第二天 念了第三天 哎呦 我的太太会不会嫁人呢 我的孩子怎么办 哎呦 我的房子会不会被我太太卖掉 心不定啊 定不下来啊 他怎么修心啊 怎么上天啊 如果你修在人间工作好 学习好 家庭平平安安 不欠债 跟人都和和睦睦 在人间实际上就是天堂了 那个时候你走的时候 你念念经 你想到哪里 就到哪里 你没有必要 家里穷得不得了 把工资拿来 什么饭都不吃 先买保险 对不对 所以台长跟你们讲的事 就是这个人间活法 我呢 在悉尼呢 已经呢 跟在广播电台呢 已经讲了十几年 这个十几年呢 都是当时大家 都是当时大家呢 就是 在广播电台里 打进电话来 说卢台长 你帮我看看 我的命怎么样 我的运怎么样 我的前途怎么样 那么 一打进电话来呢 台长呢 就马上呢 就当场在广播电台里 跟他们讲 所以就是这样 这样慢慢的耕耘呢 已经将近有十几年了 所以很准 所以大家都会相信台长 那么相信台长之后呢 台长就劝大家呢 先做好人 先做好事情 先多念念经 那么有一句话 跟大家讲 就是说 如果你信佛不念经啊 实际上 信佛不是真心 为什么 你信佛 就是像我对这个大学 比方说 我对牛津大学 对那个哈佛大学 我非常崇拜 哎呀 很崇拜这个大学 我要好好读书啊 你让我进去吧 让我进去吧 你求 但是你没有读书啊 你没有用工去啊 那你怎么考得进哈佛大学 对不对啊 你念经之后 菩萨 你保佑保佑我啊 你保佑保佑我啊 你没有念经啊 菩萨怎么保佑你 要自己念经才行 这是一个 那么接下去呢 跟大家讲讲 世界万物呢 都有阴阳两极 那么我们在世界上都知道 有阴有阳 那么男人是属阳的 女人属阴的 如果一个家庭里面 阴太多 阳气太少 这个家庭也不是太好 所以很多女人多的呢 就容易生病 那么有阴必有阳 有阳必有阴 有一个太阳 它就会有个月亮 电有正极 也有福极 那么我上次在洛杉矶 问考考大家 你们大家都知道 那么钱是属阴还是属阳呢 钱是属阴的 阴的东西不能露出来 所以财不能露 露财的人会有倒霉的 明白了吗 钱要藏起来 阴的东西要把它藏起来 很多人有个毛病 不知道什么地方 人拿出一滴钱出来 一百块 咔咔咔的一点 后面人家眼睛就跟上你了 很多人中了六合彩 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庆祝 就怎么逃 就是这样 因为阴的东西不能露 那么阴阳两极 一定要调和 连韩国的旗子都是 阴阳两极的 八卦 所以中国的八卦实际在 在很多的二八 二八批卦 在在那个阴阳八卦里面 已经被人类所运用 我们现在的夜经电视 实际上就是根据中国人 古老的阴阳八卦 推算出来的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传统的东西 我们只不过现在把它再运用一下 弄到人间来用 所以台长希望你们学佛先学做人 先把人做好 怎么做人呢 就是尽量想人家可怜的地方 你慈悲心就出来了 我现在举个例子 你们比方说吵架的时候 你跟老公吵架 这个老公很讨厌 事情又不做 在家里很讨厌 你就看看他 天天回到家 袜子破的 裤子没人帮他洗 因为你管孩子了嘛 看看他有时吃东西 也是一点点 一早就出去晚上回来 你一想他可怜的地方 你心就软了 你就不会跟他吵 你想想女人比男人更可怜 一个女孩子长得漂漂亮亮的 嫁给你了 你能给他带来什么 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能养他 让他很有钱吗 让他穿得好 睡得好 用得好吗 他嫁给你之后 他吃很多苦啊 接下来帮你生孩子 在家里洗衣服啊 烧饭啊 买东西啊 还要去打工 一个女人很苦呀 你好 骂起来 就这样 一脚踢上去了 我告诉你 他嫁给你一辈子 他就这么一个姑娘 就一生就卖给你了 你要讲男听话 你要在外面用个阿姨 你一辈子用得起吗 一个老婆这么给你的 你就对她好一点 你就不要再去欺负她了 不要去讲她了 她很可怜 所以一个男人 如果连那个女人 骂你几句 讲你几句 发发牢骚 你都不能忍受的话 这就不是大男人 大男人要 要容量女人 没关系 她嫁给你 她很可怜 原谅她 她发脾气 可能她今天心情很不好 对不对呀 如果是一个男人的 一个女人的话呢 也要容量男人 因为男人 一辈子压力 比女人大 因为一个男人 你知道吗 她在工作单位受气 在什么地方受气 她一定心里压抑得很 而且一辈子 窝的心里 而且中国人有个习惯 叫男儿有泪不轻弹 总是往心里窝着 被老婆骂骂 被老板骂骂 好了 所以男人毛病很大 男人死的都被女人找 所以你看年纪大的是 老太太多 老头子少 真的 到了晚年 你们去看看 老头子很少 老太太为什么会活得长呢 因为女人有一个好处 她喜欢讲 她心中不开心 她就讲 我老头子 讲了她发泄掉了 男人没地方讲啊 对不对啊 所以大家啊 夫妻本事 人家说一个缘 这段缘有了就有了 没了就没了 所以很多人很傻的 在身边的时候不在乎 无所谓了 吵架 拜拜就拜拜了 你再去找一个 你总不像第一个这么顺利 重新再开始 也麻烦 很累 我给很多小女孩看 他们问我 陆台长 你看看我婚姻怎么样 我说你有三次婚姻 你知道她什么表现啊 哎呀 太害怕了 我可以结三次婚了 我告诉你 你离过两次婚 你就受不了了 你相信不相信 精神上受不了啊 累啊 付出感情的呀 实际上就这么段缘分 大家相互珍惜一下 相互好 大家能够相互珍惜一下 能够好 大家原谅一下 也就是过去了 有时候就是为了一句话 一个事情 气压一压 想想她可怜的地方 我们一辈子了 就算了 那女人呢 也的气量要大一点 那有时候 这个男人做了点坏事呢 也要原谅她 人啊 总会会做错事情 女人也会做错事情 男人也会做错事情 就相互原谅一下 那非要 一定要追到底 实际上是给你自己找麻烦 一个人老盯住人家缺点的人 他活得很累 一个人老看住人家缺点的人 他活得很累 所以菩萨为什么 什么事情 他都不往人家不好的地方看 有一个老和尚 他真的很有修养 两个人吵架 一个女的先跑到老和尚 那里叫他平礼 老和尚听完之后说 嗯 你说的对 老公跑到去跟老和尚讲 老和尚听完他之后 嗯 你说的对 那么夫妻两个都跑到老和尚 你说他也对我对 那到底谁对呢 你们两个说的也对 他就是没有对错了 因为这个人间只有因果 为什么你会受这么多苦跟他呢 为什么他会受这么多苦跟你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因果 就是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你今天对他好了 你一定会受到他的好报 你今天对他凶恶了 他一定会回环保你不好 就像台长今天很客气的跟你们讲 把你们当朋友一样交谈 待会给你们看 你们肯定觉得 哎呀 罗台长很好 如果我跑得很凶的 啊 讲话怎么样 那你们肯定觉得罗台上很不好 人就是一种交流啊 夫妻也是这样 而且呢 有一句话 中国人古代那个时候 为什么夫妻好得长啊 就是大家懂得礼仪 所以中国现在在弘扬礼仪 孔孟之道 叫鲁家教育 实际上就讲个礼仪 实际上老婆今天忙了一天 烧个饭菜给你吃 你很多男人吃完筷子 的人不肯说一句好话的 佛法界讲叫语言不失 你就讲点好话有什么关系 哎呦 烧得真好吃 比饭店里烧得好 他明天呀 给你换花呀 烧得更好吃 对不对呀 很多男的就 烧得好了吗 烧得好吃吗 没隔眼啊你啊 不讲话了 第二天晚上菜上来的时候 保证你一口下去 咸得你把你牙都掉了 人因为现在的气量都非常小 虽然你们看台长讲的是一些简单的佛法 实际上呢 就是有很深的道理 一个人要懂得原谅人家 大道理在哪里 就是观世音屠杀前面四个字 大慈大悲 你们现在有慈爱心吗 你们现在有悲心吗 你们看见马路上跪的那些残疾人 你们会不会给他们钱呢 我想考考你们 你们这里有人给钱吗 很多吧 因为你这个就对了 举手的也好 你们嘴巴里讲有的话 实际上你们就有慈悲心 很多人在灾难的时候 在中国地震的时候 很多人我们悉尼就有 叫他去捐点钱 他说我捐了钱 全给那些贪官物理拿走了 对不对呀 贪官物理拿走了 那你又不是为贪官物理活着 你这份心不释出 这份爱出来的话 你心中就会有一种安慰 我是个好人 我不释出来 我很开心 对不对呀 那你想想看 有些人 他就是不肯给钱 还要找出各种理由出来 实际上对你自己良心不好 因为你做一件好事 你用心做的 在你八十田中 就是说第八意识 就会种上一个善良的因果 就是一个好的果 实际上这个跪在那个人 他已经受报了 他前世不休 或者今世喝酒 赌博 玩女人 玩了已经跪在马路上 给你看到的就是现世报 你还不给他点布施吗 你给了他温道了 他明天会成为富翁吗 不会 你给了他温道了 他明天你会变成穷人吗 也不会 实际上就是一颗心呀 就是一种慈悲心啊 那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到我们人间来吃这么多苦来救人呢 你们都看过妙善公主观世音菩萨那个故事 他到寄功菩萨到人间来救人 他吃这么多苦 为什么 就是大慈大悲 所以台长呢 希望大家呢 大慈大悲 哦 讲的时间就到了 今天讲得很快 实际上前面呢 台长呢 很多人呢 讲老实话 都是很愿意听 其实谈谈这些白话的佛法 就是跟你们聊家常一样 因为真正精彩的呢 是台长当场帮 给你们献看 看到的 你们可以抽出问题 可以改变你们的命运 让你们知道 你如果 我讲一点 你们心中就明白了 有一个老太太 一辈子对他老 就是对他老头子很凶 欺负他老头子 等到他老头子死掉之后 这个老妈妈难过呀 就是永远觉得 我对不起他 他就一直生病 那么他见到台长之后 他就告诉我 陆台长 我对不起老头子 我这辈子没对他好 骂了他一辈子 他真是个好人 现在离开我了 我怎么办 他就永远难过 如果台长 不这么跟他讲的话 他可能一辈子 这个疙瘩就解不开 结果台长就教他 怎么念经 帮他看 你老头子在哪里 结果他就念经了 念念念念念念 把他老先生念到天上去 念到天上去 那么台长说 念到天上就天上了 你听你台长讲的 你要不要验证啊 那 验证来了 我叫他先生 托梦给他 他先生 做梦给他了 穿了整整齐齐 飘飘亮亮 在梦中跟他说 笑嘻嘻的 我原谅你了 相信不相信 小房子烧了灵不灵 祖上都会跑过来 问他要小房子 有一个听众 我们悉尼的听众啊 因为我在悉尼托嘛 所以我们的悉尼听众很好嘛 问他要 我跟他讲 要七十张小房子 结果他在梦中 他的爸爸就来托梦给他了 托梦给他 跟他说 你给我小房子 七十张 结果他在梦中啊 他就说 四十张嘛 三十张嘛 四十五张 他爸爸的脸啊 梦中啊 鬼啊 一直吼着 不开心 不理他 等到他说 好了好了 在梦中啊 我给你七十张吧 笑了 开心了 这个东西要应验的 如果不应验 单单我跟你讲 没什么大用 好不好 那么台长呢 前面呢 就跟大家 唱歌 听众子 唱歌 唱歌